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古斯大兄 陈学庆 陈老师 今天一定是又让很多人感到惊心动魄了一天 特别是早盘在拉台全市股的一个台积电跟连电 双双亮灯涨停的一个带动之下 早盘一度的一个开高大涨443点 来到一万三千零三十一点 再创历年来的新高 但是我问各位 今天开高大涨上来再创历年新高能够追吗 能够追吗 我想想也知道嘛 今天一定不能够追吧 一下子开这么高 哇 留着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那这样的一个缺口基于反作用力的原则 今天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压下来 会压下来 回补掉的一个缺口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上礼拜五 我们又陆续要把 我们手上的一个股票给开心 和获利矿信口袋里 上礼拜五包括技嘉的亮灯掌停板 你看我都是在特别 第一时间就跟他做分享 盘中啊 你看都有讯息为证 上礼拜 找盘 开盘掌停板 然后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你看昨天礼拜一 红康掌停板 德川家康掌停板 掌停板做什么动作 昨天掌停板 开心 获利换口袋 带我会员朋友 开始陆续把获利给他 开心放进口袋里 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样 见好就说 反而你看到今天的开高 你再去追的话 哇 你可以看到今天急速下沙拉回来 今天一沙压回就 13.2% 这都是钱 这都是辛苦的一个这样 大家辛苦的一个血汗钱 绝对不能跟自己的一个合包开玩笑 所以你会发现大师兄的一个用心 我昨天掌停板卖的漂亮 今天就是怎样 下沙的一个拉回来 还有今天的一个信邦 3023的阿信 今天开高创新高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做 我们今天算是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一早创新高 9.03分 创新高就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跟着冠军走 好事确实会发生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标股新天地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是要赶快 千万不要跟自己的一个荷包开玩笑 做对做错真正是也差金锐 而随着今天的一个指数啊 创下了一万三千零三十一点的一个波段新高 并且成交量啊也一举放大上来 来到的一个三千四百三十九亿 也同步创了历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么今天出现的一个这样 收黑K棒的一个格局 我问各位啊 多投行情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千万不要看黑影子开心啦 当然今天的一个长黑K棒啊 我知道啊很多的一个这样 空军的弟兄一定又在那边怎么样 哦 怯怯的一个投笑 我会说 哎 机会好像要来啊 是真的这样吗 各位新大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啊 哎过去在八千多点 九千多点 一万多点 很多看空的一个专家 你看一路的一个八家上来啊 啊想到今天说好不容易一根的一个放大量 哇这样的一个长黑K棒啊 是不是真的空军的一个机会又来了 哦 那么看多的人呢 哦 你可以看到也也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也傻眼也不知所措 为什么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最近看多的人 除非你是跟着我脚步 不然你可以看到 很多啊 看到股价的一个上涨去最高的话 最近都怎么样 都挂 几乎都怎么样 几乎都死嘛 都被套牢嘛 我相信你比谁都还清楚嘛 哦但是重点是 今天的一个 创下的一个这样 新高价新天亮 多头行情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 啊为什么还没有 为什么大师兄敢这么斩金结铁的一个 告诉大家 呃在3月19号8523点的时候 你看当时有很多人 看空 很多人看指数还会再 再跌破8000点的时候 大师兄就告诉大家 我说这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机遇 过度恐慌杀过头之后 必有一波 爆护性的一个反弹大行情 结果你可以看到 啊 台股指数就是一如我们规划一路的一个大总上来 当指数来到了一个一万一千点的一个关卡 做震荡的一个时候 很多人又告诉你说 这只是右肩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逃命波 但是大师兄 毒牌终于我就告诉你 我说季线一翻扬 哦后面 必然又是另外一波大行情 展开的开始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路大涨来到了一万 三千零三十一点 从8325到今天 再创新高足足大涨了四千五百多点 我们完全掌握 我相信你比谁都还清楚 哦那么大涨四千五百多点之后 当然在这个地方 如果就一个短线来说的话 今天创下天亮 哦以及性高价之后 短线必然会怎么样 会会量缩做成党 因为今天三千四百多亿 创新量 明天你说成交量还要比今天还大 几乎不可能 几乎很少 几乎很少 所以明天的一个成交量应该会量缩 可能没比会缩到的一个三千多亿的一个水准 但是明天量缩 是不是指数会跌不见得 哦不见得哦 当然在这个地方指数可能要需要 进行一段的一个让 时间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换手的一个整理 为什么我说强势 这个很重要 这个都有它的一个 你要知道 那么在最近你说 就算整理也不会整理很久 也顶多差不多八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哦因为整理太久的话 哦那个多头的火种会熄火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整理也不会整理太久 哦所以短线来说的话 他会整理 但是整理就是中小型骨的一个机会 但是就一个长期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波的行情 后市仍然是震荡往上看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 啊原因很简单 啊我在礼拜六的一个讲座上 如果你有来听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啊第一个 今天创下新大量之后 那我问你 他有没有跌破时日线 夜线 还有季线 都没有 多头马其洛的一个防线都没有跌破 哦所以今天的一个创下量 他并没有出现什么 哦人家所谓的一个这样 长黑的一个吞噬 那的一个破线的一个败笔的一个情况出现 哦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哦 哦随着一个资新风果让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就像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一样 你看在2000年的一个时候 哦你要仔细听哈 2000年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也是一样 哦当时候啊 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上来 哦来到的一个 哦2000年1月11号的时候 成交量放大到3259亿 哦当天也是出现的一个这样 哦开高 哦收藏黑黑棒的一个格局 上下的一个政府高达多少 442点 哦那么今天上下政府高达498点 将近500点 哦两个的一个情况 如果按照百分比来比例来说的话 几乎一模一样 哦但是你可以看到隔天马上怎么样啊 亮说是价长哦 这个是短线的哦 但是重点你可以看到哦 他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哎十日线都守得稳稳的哦 月线更不用讲 哦也就是说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多方的一个架构没有改变 然后基于亮线价型的一个原则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怎样 指数持续的一个往上攻签 哦那第一次来到这个103393点 哦乖离率跟连线的乖离率达到32.3% 哦那么第一波的一个高点哦第一次的高点才见到高点 哦当然啊如果说就个股来说的话第一次见到高点他还不会死 他还会再做一个M头所以第二次再来10382点哦 见到第二次的一个高点做了一个这样大M头之后 整个的一个多头才会结束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从过去啊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哦这一次的一个大量量线价型哦 到整个的一个大波段的一个结束都还有好长一段的一个时间 哦那么同样的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也是一样哦 哦放大量基于量线价型的原则你可以看到多头的一个趋势 哦仍然是怎样持续的一个向上 哦并没有改变啊 哦所以短线哦会进行的一个量桌的一个震荡啊 这就是中小型股的一个天下 哦但是就一个长期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就算今天的高点哦 跟连线的一个乖离率不过才16.38% 哦在过去是达到32.3%啊也就是超过三成 但是这一次目前还有16.8%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早得很还早得很 哦所以你现在如果有震荡你不敢买当然买要买对的股票 哦你要买产业趋势主流的一个股票啊 哦如果有震荡你不敢买我可以告诉大家 哦将来必定还要追高你不信你看着啊 不是有很多的专家不就是如此啊 哇看到哇股又大涨上来赶快去追高追高哇 结果看到哇又洗盘下来又赶快停损 现在不是很多都是在上演这样的一个戏码吗 所以重点还是在怎么样在个股嘛 你要知道到底哪些的一个股票在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哦但是哪些的一个股票如果有拉回的话 哦是你可以持续来做一个留意的 我想这些你都要一定要能够一清二楚 哦就像生技股啊在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我一再的跟他说过我说如果你手上有生技股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赶快来找大师兄 哦如果你有来找大师兄的投资朋友我真的是恭喜大家 你看你早一天来找大师兄你早一天 哦免于股价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下沙的危机 哦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一个生技股现在是腰斩腰斩比比皆是啊 哦像ABC的一个K1你可以看到当时候为什么6月19号 哦股价创了182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高之后 啊为什么我们要带着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那你看现在剩下多少93块2啊 哎股价这腰斩下来你现在总算 啊知道大师兄的一个用心良果了吧 哦包括的一个中天也是一样啊连标识跟的一个掌灵板 很多人才开始化修很多人才开始疯狂带你去做追逐的时候 哦大师兄就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我说不可以再追了 像这样的股票你要懂得见好就说啊 如果你不懂得见好就说你看每天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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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的一个跌不停你怎么办 哦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很多啊合一也是一样啊你看啊 每天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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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跌掉多少三百多块 10兆就三百多万了呢 哦怎么可以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当然是不可以啊 哦包括的一个亚洛华也是一样每天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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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么甚至啊包括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光环你看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 哦你看当天的一个7月7号成交量哇暴增下来周转率达到将近四成了 很多的一个专家带你去怎么样带着钢盔往前冲结果怎么样 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一路下沙下来你怎么办 光是这样的一个下沙你不要小看才几天的一个时间下沙下来 跌5都超过三成哎 跌5超过三成哎 三次啊你的一个这样资产就不见了 还有华信光也是一样嘛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草体财的股票 放量上来好不容易拉上来 那么你要怎么做当然要懂得赶快卖嘛 他草体财今年能火转亏为云都还是未知之数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你放量上来能够去追吗 你自己好好去想一想 哦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设备股也是一样啊 哦你可以看到黄轩啊 6196的一个的一个凡轩哇早盘开高上来还一度差一点的一个涨停板 但是今天开高上来能够去追吗当然是不能够嘛 你看嘛你今天早盘你开高上来你去追就不应该了嘛 你今天早盘开高上来你去追结果今天 怎么样开高走低下杀下来一天光一天这样的一个下杀的一个拉回弧度就达到多少 15.6% 还有加登也是一样你看啊早盘开高哇你以为说 哇台积电涨停板那这些的一个设备股开高上来可以去抢个价差 结果你抢下杀不成结果今天下杀怎么样今天下杀跌停板 哦那么甚至忘记也是一样 哦你看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做对做错 真正是会差很多 哦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3374的一个精彩也是啊 哇今天开高啊台积电供应链的一个股票啊今天开高创新高 哇早盘风量上来好多的一个专家带你去追追追 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一个下杀一个下杀一天超过15% 100万一天15万就没去一天15万就没去 甚至包括的汉雷也是一样哇早盘开高很多人跟你讲 烫话剂当花家很好早盘开高创新高赶快去追 赶快去追追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 追的一个结果是下杀下来 你看一天的一个政府都差了十几% 都差了十几% 甚至包括的一个冲泰也是一样啊你看五四七四的冲泰 早盘开掌停板 有多少的老师带你去追高 为什么冲泰今天开掌停板创新高 我不会带会员朋友去追 冲泰我们之前我们带会员朋友大壮开心获利换口袋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嘛 但是很多人啊看到股价哇大涨上来昨天掌停板 赶快拿出来跟你做推荐今天开高你去冲进去 今天开高你去冲进去结果你看 所以我说啦一个分析师真的是要有良心啦 人在做天在看 你如果看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 啊叫这么多的一个善良的投资朋友去抬教 啊这样一杀下来16.2%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甚至包括卫生也是一样嘛你可以看到啊 哇上礼拜五哇拉高创新高好多人哇看到放量上来带你去追高 然后结果三天的一个时间 这三缸买在不该买的地方三缸就跌掉了超过两成 哦还有什么还有网通股的一个前顶 哦你可以看到啊补涨股能够追吗 我在演讲会场上我都说得很清楚啊 你要买是买主流但是买主流不是去追高 买主流是等到压回 哎量缩价晚回到支撑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手 因为你买到对的一个产业对的一个主流 你今天才能够免于受伤的一个危机 你才能够轻松开心赚钱啊 但是如果你去买到补涨股的话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上礼拜啊 上礼拜四哦哇涨停满好高兴好多人带你去冲啊 结果三天的一个时间就跌掉多少超过三成 补涨股就是这样嘛你看到涨停满的时候 哇你兴高采烈你冲进去 你冲进去的一个结果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下来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说你目前手上有生计股 哦或是有其他哦趋势转落的股票 其他的一个个股你被套牢的话你怎么办 赶快来找大师兄哦大师兄来帮你哦 我相信全市场 只有大师兄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本事来帮你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啊这一路以来啊 从7月7号我们随着一个我们的一个手上的一个股票啊 大涨上来从7月7号开始啊 我们开始一档接着一档开始带走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包括的一个华瀚你看我7月7要卖 哦7月7要开始卖我卖掉我是卖的很漂亮 我几乎卖到最高点上然后最近就拉回来 你看三个多月时间价差1.2倍然后紧接着 包括的一个股后的一个玉君光也是一样 7月7号哇来到了一个800多块你看我开心卖 我是不是又卖到这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上 卖掉一张价差349块然后现在拉回来 现在拉回来我是不是随时我又可以等什么 等一个好的低阶的英格买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筑法嘛 包括的一个游戏类股的一个形象也是一样 哦你可以看到我7月7号我带着会员朋友开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一张合计价差达到321 你看现在增加多少695 哎光是这样一个拉回一张就170块 10兆就多少就87万了呢 就87万了呢 哦170万你真有卓卓卓哇 哇都都有存啊 哦那你看我高档我开心 获利放口袋现在拉回来 那拉回来我们再来慢慢找买点 不是很棒吗不是很好吗 哦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股票都是这样啊 你可以看到啊哦那么甚至啊 创回也是啊 哇上礼拜我放量好多人带你去追啊 放量创新高你看啦周转率达到61% 哎超过六成的一个周转率等于是创新高 很多人不晓得冲进去 哇人家卖得多开心啊 哎超过六成的一个筹码都流通在市 在市场上你想这种股票筹码都乱掉了怎么涨 冲泰也是一样啊昨天掌停板不是有很多专家告诉你吗 告诉你啊 叫你叫你说哇这行股票 哇要要去要去怎么样要去stand by 哇要怎么样要大力的一个抢进今天掌停板 你去抢抢看 抢进结果你看今天从掌停几乎杀到什么 杀到跌停板 几乎杀到跌停板 你怎么办 还包括的一个软板的一个台券你看 哦我们开高我们 我们哪开心获利出一半 哦开心获利出一半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 两谁啊两谁我们就是近代押回等待的一个绝佳买点的一个出现 哦那么甚至台湾之光也是一样我开心获利出一半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哦我们现在都等待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浮现 啊包括的一个上礼拜五的一个技嘉你看我卖到的一个这样涨平板 哦还有封测的一个红康哦你可以看到我昨天掌停板我开心获利换口袋 以及信邦今天创新高哦我开心卖哦我开心卖哦 但是金顶我还没有卖啦这个我要坦白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就是这么的一个实战 哦我有卖的我就跟你讲我有卖哦我没卖我就跟你讲我还没有卖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哦我们的一个操作都是完全摊在的一个阳光之下所以如果你目前手上 啊如果你仍然握有升级股或者是其他哦弱势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或是其他的股票你被套牢了啊你不知道要弄出力 真的要赶快来找大师兄啦哦你直接打电话进来来找我哦 或者是啊你可以透过Nine的或Telegram 哦直接私讯给我 哦让大师兄来打通你的一个财务的一个任路二脉 很重要啊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啊 我帮你把不对的一个股票 调整到对的一个股票对的一个位置点上嘛 哦那么到底现阶段还有哪些是对的股票 对的一个位置点上的一个个股呢 哦我想啊台积电呢啊是 呃当下的一个这样啊多头的一个产业趋势主流 哦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在相关的一个台积电的供应链的一个个股当中 很多的一个个股都已经飙翻天了 哦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去做最高 比如说像加登啊红作这些都涨翻天 不建议大家去做最高 但是还有没有啊被遗忘的 一档台积电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个股用 哦这一档哦大师兄找了好久 哦这一档18年长期大体 哦你看哦我打底我18年我长期大体 然后刷备整个的5GGDI跟台积电的一个 不断电系统的一个订单 哦会带动他的一个下半年整个的一个营运啊 转机的一个大成长 产业跟股价处在这个对的一个趋势上 我现在我去买这种股票我的一个风险 我是不是相对低 哦或者是啊 哦像台积电也是一样啊 今天是开高收黑K 哦但是开高收黑K很棒 为什么很棒 因为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不要不要涨太快不要大涨 因为大涨等于是你你今天你只有独木嘛 资金都被被台积电吸引掉 那其他的一个股票反而会怎么样 会受到的一个让资金的一个让啊 失血的一个冲击啊 所以这个时候台积电反而在这个时候 整理是好 在这个台积电这个时候拉回整理是最棒 哦那当然台积电我可以告诉你 他目标价还没有到 哦那特别是针对有些的一个大资金的 一个投资朋友尤其啊啊 有些的一个投资投资人啊非常喜欢台积电 像我有一些客户他很喜欢台积电 哦那你如果说哎你也是 呃比较属于稳健或是喜欢台积电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那像这一波的一个台积电 哦那外资目标最高现在是 喊到五百五 有没有机会到啊这个我们不管 但是大集中知道拉回可不可以买 拉回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好买点 如果你是大资金的 你喜欢操作台积电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你来找我你直接跟我讲 你说我想做台积电 有些投资朋友就是很喜欢做台积电 哦没关系你想做台积电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找一个漂亮的一个买点 哦或者是你手上有任何的一个出股问题 哦包括那个生技股或其他个股你被套牢的话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处理 赶快来找我一个转链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可以透过Nine的或是Telegram直接私讯给我 哦那大集中会帮你的一个持股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绝佳的一个调整 哦所以还没有加入的一个标股新天地的一个Nine 或Telegram的一个投资朋友 赶快QR 赶快掃描一下 哦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哦或者是啊你直接打电话进来来找我 哦有的投资朋友可能比较紧急啦 那想说哎老师我这样的一个股票 哎到底我明天要不要卖一趟啊 哦那手上的一个股票到底要怎么样来操作 没关系你直接就拨打这个电话 哦你来找大师兄把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你跟我们的一个助理 哦把它写清楚 哦把它写清楚 哦包括的一个章数你用农日还是用现股 哦这个都要写的非常清楚 哦我才知道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哦那有些那个股票该紧急处理 真的我们要赶快紧急处理 哦这一点很重要 哦千万不要跟自己的一个荷包开玩笑 哦欢迎各位来电 02 23219933 022321 QQ33 让你谈啊 轻轻桑桑 我们明天头一天见了拜拜